设计民间高峰会是由香港社会创业论团主办的非盈利的活动 连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超过20个民间团体合办 08年开始高峰会每年举行 凝聚本港民伤官学以及其他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士 共同探讨及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的精神 那么今年我们设计民间高峰会 以跨界创新福祉永续为主题 深入探索福祉在建立繁荣与永续社会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那么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李宁今天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交流活动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来自于中国社会企业服务平台的小学 谢谢大家 这个环节我们将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的社会企业家和创效投资专家 来分享 那么首先我们大家可以往前面坐 好不好 我们首先来邀请 来自于香港大同企业基金会主席林家强博士 我们有请我们上 对 我们有请林博士 来自于中国信用善道深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李陈毅先生 这是雷威的 来自于香港青年创新发展慈善协会主席邵叶宁律师 有请 谢谢 还有来自于中国深圳生意影响力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Impact Hub深圳联合创始人赵宇恒先生 OK 大家可以往前面稍微坐一下 好吧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么在分享的话 我们按照这个流程 按照这个流程来 那么我想就是先请各位嘉宾 依次的介绍一下他的这个他来自的机构 他是谁 好吧 他在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好吧 我们先有请林家强博士 好吧 谢谢萨老师 那我来自于香港的大同企业 我过去是投资管理 从事投资管理业务二十多年 然后呢十年前开始 建立社会企业 那所以呢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都是从一个比较 是从一个投资标的 然后分享管理 然后创效 有关创造这个角度 很多人问我Ilex 这是我的英文名字 那如果你看看在这个的话 那就是我的那个东青树的意思 那Evergreen也就是我的那个 希望看到的一个能量 用这个嘛 对 好 那 那说我的故事之前 我希望先介绍别人的故事 有关Dr. Hawking 他的经验呢 其实我都不用多说了 那过去他是科学家 但是50年前开始 他就有 有疾病之后呢 他就面对种种的挑战 那这个挑战呢 医生说呢 原来是两年 他就应该不能下去了 那最后呢50年 他都能够延熟他的生命 也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他是透过眼球活动 还有面部的肌肉 然后呢 其实其他的付诸的仪器 让他可以有研究教育和沟通 那我为什么说他呢 我只是说呢 因为我过去十年 都是从事产职认识就业 然后能够释放他们的才华呢 被遗忘的生产力 是我们的社会使命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故事呢 大家可能有些不一定知道的 就是说打机机 Typewriter 还有呢 Carbon paper 都是因为呢 当年呢 有一位男生 他对自己的女朋友呢 就怕自己的 视障的女朋友 要常常告诉别人 要把自己的情信 要写出来打出来 这个是影的问题 所以呢 他就去想说 如何去帮助女朋友呢 他就打机机 就发明出来 还有一个email的故事呢 也要需要说一下呢 就是 女的是听障的 所以男的就 推动做email 所以呢 在科技上呢 可能我们说呢 有时候发现呢 科技太快速了 没有人性化 今天我只要 希望介绍给大家呢 就是 当科技人性化 加一点 加一点爱 加一点浪漫的话呢 那就 就好 那刚才我没有说的 我Ilex的意思 就跟外国的朋友说 爱 在 普通话呢 Mandarin呢 的意思就是 love 那 我的中文名字 公司的名字 在大同企业 大同呢 也就是 希望说 有一个 关爱的社会 是中国文化的 最终极的盼望 所以科技 加一点浪漫 然后科技 再加一点 视野 也就是 Universal Design 的一个 希望 告诉大家 当我们 研发产品 我们能 照顾 特殊的 群体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 都能够可以 关心 照顾的 不同的 广泛的 用家 所以呢 这一张图呢 给他就看到 原来是 路边的 那些安排 我们做好一点 那就变成了 方便了 不单是 做轮椅的 也有 其他不同 的人 使用 做 比方说是 怀孕的 或者是 说 照达车 那他们 都能够 可以 方便 这路过 那 回头看 我 十年前 开始的时候呢 都发现 产职人士的 失业率 非常非常高 全球来说的 平均是 百分之三十 香港的 大概 百分之六十 那我们 如何 从一个 投资管理 再加上 影响力的 角度呢 去 解决了 这个 其实全球和 在香港也 面对严重的 问题呢 就是 我 十年前 开始的 一个方向 当然 面对 残疾人士的 情况呢 大家都 了解 有不同的 种类 他有 自己的 特殊的 情况 有 肾脏 的是 肾脏 现在 最近 两三年的 数字呢 在 有关 高能 自闭症 也好 或者是 有 精神 康复 病患的 也好 那这些呢 都是 我们 关注的 群体 但是有一点 我要强调的 因为我是 专门是 研究 昼夜的 这一块 那 当我们 看到了 香港的 50多万的 残疾人士当中 有40多万 是 接受过教育 然后呢 高等教育的 包括中学 高 大学的 超过20多 30万 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看 那些教组呢 能够有 经济活动的 群体呢 残疾人士 只有10万 那这10万当中 我们就发现 为什么有 40多万 是有受教育 但是只有10万 他 做工作呢 所以呢 当我在 在 看 其实 如果有10万 个残疾人士 能够 基本上 有一份工作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 更加 香港的 GDP 零点是 现在 厂人才也好 现在说 人家不够也好 这个界点 其实 社会企业 在这个努力当中 我们能够解决 社会的问题 当然同时 也要需要 政府政策的 配合 那过去 由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 经历过很多 艰巨的路程 也失败 也失败 痛苦 我也不是 social worker 我也不是 在这方面 很有经验的 但是呢 我只是希望 大家可以明白 当我们 留着一种 关心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 我就 从 帮助 残职人士 他的 做花艺 然后网上交易 到 call center 客户服务中心 然后第三呢 就是一个 无障碍 网站的研究中心 然后第四个 那就是和 持续发展的 有关的 律师工程的中心 最终呢 我们 是 招聘 残职人士 大概七年 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呢 那个 伙伴倡自强的 那个 资助 让我们 整个 那个 服务中心 能够可以提升 我们整体的效率 以至我们达到了 就是说 不同的残职人士 在我们的工作呢 他能够在 我们的办公室工作 也可以 在家里面工作 也可以 所以呢 疫情出来的时候呢 那就变成 我们都不担忧 其实疫情之下呢 其实我们的 生意有真无解 好 最后呢 谢谢很多的 陈梅的朋友 还有 他也关心我们的发展 我在 大概 七年前 也是在欧洲 发表了一个文章 有关于我们 三方合作的模型 也有在香港电视 也有我们的报道 说我们如何去透过 我们三方合作的 包括呢 商业的 伙伴 还有 ngio partner 我们 也拿到一些 掌向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那 我们 比7-11更厉害 我们7-24 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全天后的 一天 七天 一个一天 二十四首时的 客户服务中心呢 我们都有不同的客户 开始的时候 香港宽平 后来的 日本的 Bandai 也有 Selwich 还有其他种种 不同地方的客户 那第二个 服务者的 那个 产品呢 我们就在 予无障碍 网站的 设计 那这个跟 IT Software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 是第一家的 社会企业呢 拿到 那个 最优 优异的 设计家 赚 那 还有呢 再 让大家明白 什么叫 无障碍 的服务呢 就是说 当 我们 研究 过去几年呢 不同的年度呢 就 100家的 公司 大家都可能 乐于用的 我也不说 是哪一家了 那10种个 行业当中呢 当中的 他们的网站呢 是无障碍 有障碍的 超过 40到 超过80到 400个 的地雷 那意思就是说 残职人士 老弱 伤残的群众 他要 用网站的资料呢 面对很多的挑战 那另外一个 Center呢 我们就是 律师 工程 这一块呢 我也不多说呢 这个工程 是主要在于 我们在 三年前呢 觉得我们 光是 残职人士 还有呢 在科技的 领域上呢 不够 所以呢 我们就 也很大胆的 就跟 一家的 工程公司 他们也是 社会集合 我们就合并 有个并购出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 就同时 有残职人士 的工作呢 也有 更新人士 就是坐牢出来的 或者是说 弱势社群 他们是 少数民族 让他们 有专业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 包括在 录 一个公务工作 也有呢 就是说 在 收了 这个太阳能 的发展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 一个小小的 一些研发 也特别在于 追踪太阳能的 那种安排 现在香港 都有推动呢 在太阳能 建设 以及呢 不同的企业 或者是 它的MGO呢 都能够得到 更多的资源 这个我 往后再说 简单来说 总结一下 那就是说 我们 有三个 业务中心 都是以 自负 盈亏的 那个主题 来推动 主要是 招聘 残职人士 就业 然后 不同的残职人士 都让他有机会 然后呢 我们也 也 训练他们 面向于 ESG 或者是 我们 非常同意的 SGG 的理念 那 有六 大个方向 一 就是说 无障碍的网站 然后呢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Customer Service 你看我 就把ABCD E的 那就说出来 因为 Time's up了 时间了 那还有呢 就是 Dei Workshop Solution Engineering Work 还有 Feed in Karis 那 最后呢 我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推动我 背后的一个 很大的动力 那就是 Meta-Theresa 说 我们不能总是 做伟大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 用伟大的爱心 来做小事情 但是我们中国人 我小学的时候呢 得到同学 给我一句话呢 到现在 我觉得很有用的 就是物以善少而不为 物以恶少而为基 当我们能够从 这一点出发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小蚂蚁 为什么 有那么大的动力 那就是它的奥秘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请坐 我们的林博士 请坐 谢谢 谢谢 好 感谢我们林博士 的这个分享 让我们知道 我们香港大同企业基金会 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 一个事情 帮助我们这些 特定的弱势群体 给他们提供培训 和就业的机会 那么其实在 内地啊 我们也有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在做这样的一些 类似的社会企业 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这个论坛 这个交流 就希望能够 联通香港和内地 但是我们想 这个时间 还是比较少 我们后面 还有几位精彩的嘉宾的分享 所以接下来 我们有请 来自于西融善道 深圳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李陈毅先生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所倡导的善经济 他们所在影响 你投资这个方面 所做的这样一些实践 有请我们 好 有请 直接翻译就好 喂 在自我介绍之前 我想先 首先非常感谢 SES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让我来分享 我们在中国大陆内地 做的一些实践 同时呢 这一次 也是让我学习到 就是SES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在香港 为社会企业 推动社会企业 还有社会影响力投资 所做的这些工作 我表示非常深刻的敬佩 谢谢 另外呢 也非常感谢 就是SES的这个 主委会的工作人员 这次确实做的非常的惊喜 还有夏璇老师的邀请 非常非常感谢 我叫李承毅 我来自西融善道 我是西融善道的创始人 可能大家会觉得 在中国大陆 做影响力投资 是不是太早了 这个时间 其实我们 从成立到现在 已经大概三年的时间 我们第一年 在做这个影响力投资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做 任何的投资的动作 我们是一直在 和社会创新 还有我们社会企业界的同仁 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经过一年之后 我们2021年 我们开始正式做 这个具体的投资 那其实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介绍 我们其实是 西融善道的品牌下面 是有两个主体构成 一个是我们的 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 西融创投 另外是我们在 深圳市民政局注册的 公益基金会 叫做西城公益基金会 那可能 可能我觉得就撇开这些 PR的这些文字 大家主要关注的是 我们这里提到的 社会价值委员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 西城公益基金会 因为这两个点是 将我们与其他的 VC投资机构 区分开来的 最主要的元素 那我们的社会价值委员会 其实是我们 整个公司的一个枢纽 因为我们公司 在成立的时候 我们主要做三件事情 刚才提到的 做早期项目的 这个股权投资 第二件事情 我们在孵化 首先以社会价值 为主导 为初心的一些社会企业 第三点 是我们的公益基金会 我们公益基金会 主要围绕的一个 善经济研究和传播的 这个主题 我们在做公益的捐赠 或者说投资 像第一年 我们公益基金会 我们也是和夏娟老师 他们一起举办了 一个异创天使的 这么一个公益计划 就是我们赋能了 80多家社会企业的创始人 给他们提供平台 展示的平台 还有一些分享的机会 所以我们社会价值委员会 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 一个枢纽 然后我们在围绕着 社会价值委员会的 这个核心能力的建设上面 我们做了这个资金的投入 还有与社会各界联合 去做一些推动影响力投资 还有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 这么一些举措 所以我 我不知道夏娟老师 能不能认可我们 因为我们目前还不是一个 社会企业认证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 人民币创投这个行业 我们内心是觉得 我们自己是在做一件 社会创新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内心 也把自己定义为一个 社会企业 提到 我想还是用话筒 首先我们公司的一个愿景 就是投资善 善投资 听上去非常好记 但是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投资善 就是我们投资的对象 是向善的企业 然后善投资 就是本身 我们的投资行为 是一件向善的投资 那用大白话说 就是今天上午 有位嘉宾也分享到 其实我们的愿景 是希望未来 社会上所有的企业 都应该是社会企业 所有的投资 都应该是影响力投资 这个是我们企业 成立之初的这么一个愿景 具象到我们的使命 目前在这个阶段 我们主要是投资 帮助人的科技和品牌 因为我们认为科技和品牌 是能够最有效 最普惠的 去创造最大的社会价值的 两种载体 同时我们刚才提到 有研究 这个三经济理念的一个传播 我稍后会展开一下 关于三经济这块的一些 我们的理解 最终我们的使命 就是希望引导 商业向善和资本向善 价值观是至善至今 就是我们对所有的背头企业 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 我们都希望能做到 最善跟至今的这么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过往团队 参与投资的一些案例 有纽交所 还有纳斯达克 还有A股的一些上市公司 同时我们也投资了一些独角兽 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我们都参与了一些独角兽的投资 另外还有一些并购案例 同时我们也在高端制造 还有数字经济领域 包括服务型机器人领域 投资了一些比较高成长型的项目 不好意思 PR已经说完了 所以我想接下来 可能跟大家核心地探讨一下 我们社会价值委员会在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社会价值委员会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背头企业 还有我们跟我们参与 就是互动的这种对象里面 我们能实现最大化的商业和社会效应 具体我们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专注于早期投资的 这么一个企业 所以我们借助我们作为早期股东 对背头项目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角色 我们是通过主动植入 我们善经济或者说ESG 这块的基因 来让我们的背头企业 在很早的时候 就能够认识到合规 还有主动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性 那首先第一步我们会 在早期企业里面 我们会希望它明确 它企业的愿景 使命还有价值观 同时我们在条款上面 我们会设定三经济企业的 五项基本原则 还有一些关于保障性 回购性 当你产生社会负面价值之后的 一些回购性的条款 这是我们特殊设计的一些条款 另外就是我们在背头企业 内部会成立社会价值委员会 就在早期 不断地去辅导它向善 最后我们会给我们的企业 出具ESG的社会价值评估报告 这个可能在目前 在国内早期的创业企业里面 是基本上很少企业在这么做 另外我们社会价值委员会 还为了通过创造 推动一些社会价值的开发 主要是围绕企业的产品 还有制度 还有他们的商业模式 去开发出一些与之相关的社会价值 同时我们给背头企业 提供专业的一些风控的管理的建议 主要围绕ESG的成员 最后我们通过公益基金会的平台 来给我们的背头企业 作为一个他们能创造社会价值的 这么一个抓手来去放大他们的社会效应 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 我们背头企业 还有我们公司本身 目前可以做一些量化的 这么一些社会价值的输出 其中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在三经济研究这一块 我们目前已经出版了一本 三经济论纲的书 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更多的去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给大家发放这本书 因为我们这是公益基金会做的 是一个公益属性的这么一个事情 另外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三个案例 一个是主动型的ESG案例 就是一个智慧厨房的这么一个 智能炒菜机器人这么一个项目 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将 联合国的17项SDG目标 与我国的一些政策相匹配中和之后 做出的这个投资的筛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企业的话 他可能只会把产品卖给连锁餐营 但是我们作为介入之后 我们给帮他们开拓了老年 社区养老食堂的市场 还有把他们录入这个 找到田的MBA课程 同时在产品设计上面 我们也强调了这个 针对环保这一块的一个设计 可以看到它的估值增长 我们天使轮投入 然后天使家跟进 最后最新的估值是 增长的比较快了 我们也实现了首次推出 另外一个就是 比较纯粹的这个社会企业的案例 就是我们自己孵化的 一个针对自闭症家庭的 一个数字课程和疗法的 这么一个企业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这个企业也拿到了 这个天使轮的融资 从我们孵化到现在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头的一个独角兽企业 目前我们能做到的 只是在CSR的层面 对它进行一个鼓励 同时因为它 我们投资的决策 也在于创始人本身 就是非常具有公益情怀 它在疫情发生的时候 把所有的库存 全部捐给了医院 还有隔离点 我们也推动它 作为找到田NBA课程的 这个案例 还有这个出去ESG报告 它的估值也是在我们投资到 现在已经实现了很大的增长 我们大概就介绍这么多 因为这三个案例是我们 就是我们孵化的是纯社会企业 但是我们投资的是 我们希望给企业 加上ESG的翅膀 包括在基因里面 改变企业向善的基因 对 好 谢谢大家 好 请坐 请谢谢阿伦的分享 我想记得刚才李总的分享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内地的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 其实我感觉有个字 就是内地社会企业 虽然起步慢 但是发展挺迅速 就是感觉好像 一下子从学走路 一下子就变成了 我们开始跑100米了 你知道吧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 这种不如人意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创新 我刚才回应李总的这个 我觉得你们是社会企业 包括你们在做的就是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对社会企业的定义 不需要一开始那么的严格 但是我昨天跟林博士说 我说社会企业一定是企业 不胜究 只要我们在国内 它不是很久 它不能是我们传统的 社会组织的模式来去做 所以我觉得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机会 带给大家更多的 内地的社会企业 很影响于投资的案例 所以大家有问题 也可以准备一下 我们等会会有些问题 可以去探讨 那我们下一个 有请我们来自于 邵延玲女士 请她给我们讲讲 她的故事 对 我建议 您可以直接看电脑屏幕 就不用看这个了 因为对 要不然你这样看来看去 我觉得好灵 好不好 好 你可以直接翻译 好 谢谢 好 那我用广东话 跟大家讲了 一会讨论 我们就用回普通话 那大家好了 首先很感谢 SCA邀请我 今次在这里代表 我的身份比较特别一点的 刚刚几位前辈 都是用 他们本身基金的 一些创办人的身份去讲 那我现在用的身份 是用一个 NGO的创办人 用这个角度去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NGO在不同的资源的方面 或者其实我们NGO的什么 mission 和一些目标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萧苑宁 Yelene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Serial Entrepreneur 我就在香港创业 大概12年了 那 为什么我会 首先讲讲故事 为什么会有青年创新发展慈善协会 这个NGO 其实也是想帮一些年轻人 其实成立 这个YIDC 我们叫YIDC 简称 YIDC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有一帮有心的人 想帮香港一些 很需要的年轻人 因为我们习主席也有说到 青年轻则香港轻 香港轻也是国家轻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想令到 我们香港年轻人 首先有希望 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方面 可以帮助到他们 而且我们也想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其实我们这个会议 就是由几个 很多不同的有心人一起去组成 其实也可以看到 有我自己 也有几位立法会议员 还有我们也有不同的选委界别 还有KOL 也有一些名人 还有一些香港的运动员 国家队 其实他们也很想为香港的年轻人 从不同的方面 去为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或者可能提供一些协助 其实我们自己的会议定位 首先我要支持他们的青年的发展 我们也很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教育方面 培议和创业和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创业的讲座 或者一些教育的训练 或者一些我们本身自己的创业人士 或者一些影响 他们的分享 同时我们提供一个平台给他们 首先他们有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提供到不同的人士 我们可以帮他们认识 如果年轻人想创业的 或者年轻人想去做 读书上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供给他们 另外我们的NGO 都是很想去培养一些未来慈善的领袖 或者在青年方面 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 每个年代的青年 都应该帮回下一个年代的青年 还有我们也很想令到现在的青年 或者其实我们大众市民 都会有我们自己的社区意识 还有去外汇我们自己的地方 还有去为这个城市 为大家去吸引一些 正面的一些意识 另外因为我们的会 就叫做青年发展 创新发展 其实我们很想把一些 创新的思维和科技 放在NGO上 我们也想让我们的会员 或者我们的青年 认识到市面上的一些 Fintech也好 或者一些BioTech TravelTech也好 其实我们也会透过我们的会 去分享不同的资讯 和不同的活动 像旁边的Fintech 其实我们也有邀请我们的青年去参加 我们自己的会员 其实也有和不同的社会上的 Stakeholder 或者一些政府的机构去合作 因为其实我们也很想透过和政府 工作就会有些不同的火花 可以出来 亦都可以透过我们的会的力量 就是大家的 committee 或者我们大家的成员 可以令到一些政府以前 可能批出来比较沉满的project 可以加一些比较创新 比较新的一些idea 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活力 带入政府里面不同的project 也有和一些不同的投资者 或者不同的一些 Fundraising的公司和他们合作 希望可以令他们 除了投一些比较盈利的project之外 可以帮助多些有需要的年轻人也好 或者一些地区的市民 是的 其实我们去搞我们的NGO 除了是帮年轻人之外 其实我们也明白到 投资者都有他们的KPI 还有他们本身的一个目标在后面 其实我们在pitch pit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想告诉他们 除了我们想要你们的Fundraising 或者想要你们的project之外 我们也可能会想做到 一个win-win的situation 我们也很想透过他们的投资 我们可以用到他们的innovation 我们可以用到他们的新的technology 反而是可以做到一个win-win 就是让大众认识到 他的一些技术也好 或者他的project也好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是会令到 带来社会和环境 正面的影响 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的基本概念 我们实践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 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我们会和政府 或者和其他跨区的NGO 一起去做一些Course 合作 其实我们也是想 譬如我们在不同的时间 去搞一些活动 是令到大家会提升到 的 起码会提升到社会的 的 知道原来你们几个NGO 一起搞是有什么 的影响想带到 或者是令到一些 以前没有投过NGO的 一些investor 去看到原来 其实也挺有趣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forum 来到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很有趣的一些project 譬如旁边我们有个show room 可以看到其实 SIE funding 他们支持到 很多不同的 有意义的project 其实不一定是 说要KPI 债到多少个 percent的profit 但其实如果你帮到 整个社会 其实这件事 也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这件事 也是我们想透过NGO 或者我们和不同的 非谓理机构合作的时候 想带到一些社会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会和一些 私人机构 或者刚刚说的政府部门 去合作 譬如我们 其实我们今年 未来也会和大家 透露一点点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也会搞一个 叫做woman in tech 的一个社会 的比赛 我们也是想 支持一些 对于 在科技上 女性是有兴趣的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很多男性 在这个技术上 在这个技术上 有兴趣的 所以如果一些 对于 科技有兴趣的女性 但其实她们 可能本身 教育水平 比较低一些 或者她们是 地区人士 或者是比较贫穷 家庭出身 其实她们未必 有这个可能 可以学到 一个科技 但我们 会透过 woman in tech 2024活动 我们就会 跟不同的 职位 不同的 一些 投资者 以及不同的 社创的 一些企业家 一起合作 去推广这个平台 或者这个活动 希望可以 令到我们 香港的女性 可以学到更多 一些科技方面的 发展 是的 那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 都是比较简短 一些 那我留一些时间 让我们一会儿做讨论 Thank you 谢谢 谢谢我们的 沙英玲女士 我刚才说的 大家可以准备一些问题 我们等会儿 会开放一些问题 可以问一下 沙女士具体是怎么去做 这样的一个比赛 我们怎么去创办 或者是投资社会企业 以及你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 作为我们来说 我们个人非常羡慕 就是香港的社会企业的 这种环境 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 对不对 就是在内地好像 我们社会企业 就是有点野蛮生长的状态 这个 不像香港 你看到我们每个地铁站 都有一块广告牌 给到社会企业的 好像在内地 这个只听到雷声 我没听到 没看到下雨 所以没有落地 那么也有那么多的 这个家族 这个办公室基金会 来支持香港的社会企业 所以这个环境 我们特别的羡慕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 我们做这个交流 就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去把香港的 这些好的经验带回去 去推动政府 去推动社会的共同建设 这是我们想 这个 举办这个活动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好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 下一个 我们的分享嘉宾 来自于中国深圳 我们生意影响力 投资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Inhab深圳的创始人 赵宇恒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那首先先感谢CES 和夏萱老师的邀请 也很开心 能够在香港 跟这么多志同道合的 愿景一致的人 一起来探讨 和一起来行动 我们今天这个介绍呢 名字叫 此后的一切都与你我有关 它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我们这个组织 和我们在做的事情的介绍 而且是我们在2023年 对于我们面对的现状 和这个世界的一些 根本性的思考 以及我们针对这样的思考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首先第一部分呢 是一些和我们有关的事实 那这个事实大家可能也都很清楚了 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已经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些事情呢 证明我们过去所依赖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都已经逐步逐步的不可持续了 比如说全世界有一半的人 每天收入不超过两美金 也比如说我们每周吃下去的 这个塑料垃圾 相当于一张信用卡的 这样一个体量 那针对这样的问题呢 在2015年的时候 联合国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包括了169个小目标 但是这几年因为疫情 因为地缘政治 因为气候变化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些目标是没有得到实现的 反而有可能在落后 所以呢 经过联合国的测算 每年需要超过4万亿美金 来自商业活动的钱 才能够让这些目标 逐步逐步得到实现 那因此就有了我们在做的这个事的 一些根本性的思考 呃 我们在做的就是 英派哈深圳 最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topic 叫以小为大 最开始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idea 是怎么来的呢 2005年的时候 有一些年轻人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呃 在伦敦的一个旧厂房里面 他们想要通过他们创业 创新的方式 来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所以他们就集中在伦敦北区的一个厂房里面 开始创业 呃 就是这个idea呢 受到很多人的 呃 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然后也吸引了很多人加入 然后逐步逐步逐步 就很多抱有同样理解的年轻人 都进入到这个旧厂房里面 开始做跟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相关的一些事情的创业 呃 所以呢 这个厂房就被叫做hub 后来呢 有人从这个hub离开 回到自己的城市 回到自己的国家 想把这样一个模式带到自己的城市去 做复制和发展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有106个城市 有impact hub 呃 我们深圳呢 是中国大陆的第二家 第一家在上海 我们是第二家 中国大陆目前有三家 深圳 上海和重庆 那 从2005年开始 这十几年的时间 impact hub global network 呃 陆陆续续支持了两千 两万五千家 以上的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创业项目 帮助他们获得了3.5亿欧元以上的融资 呃 深圳的发起呢 有两个主要的股东 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impact上海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刚夏萱老师介绍的 我的一个机构 叫深影响力投资 深影响力投资是2021年成立的 呃 在成立的第一年 我们和刚刚李总介绍的这个情况一样 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做大量的积累和实践 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 也受到了一些认可 得到了中国影响力投资 Top5的奖项 然后但是我们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难度 挑战和难度呢 就是我们想做影响力投资 但是中国大陆缺少这样的生态 后来我们就反过来想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那是不是需要从构建生态开始 所以就跟impact hub上海的团队一起在聊 说在中国大湾区做中国的第二家impact hub 所以呢就有了impact hub深圳的事情 这句话呢是impact global的一句slogan 也是也是我们的vision 让商业和利润更好的为地球与人服务 在这个建立impact hub深圳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愿景就是在中国最具备创新基因的粤港澳大湾区 构建一个开放积极包容的可持续创新的生态 在构建这个生态的时候呢 我们有几个基本思考 第一个基本思考呢是协作和创新 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 第二个呢是就是刚刚今天早上的 艾文分享的bottom up的创新 从底层向上的这个创新 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然后第三个的思考呢是 仅仅有这样的创新项目是不太够的 还需要让这些创新项目和产业去合作 这样的创新力量才能够得到放大 第四个呢是钱资本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要素 也是杠杆 基于这个思考呢我们在构建 impact hub深圳的这个生态呢 我们就就设计了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就包含就是 底层底层的这个系统呢是社群系统 就有社群还有更多更多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人 加入进来进入到这个创新创业的 这样一个大的氛围之中 在社群系统之上呢分了三块 一块呢是创新创业 一块呢是产业创新 另外一块呢是影响力投资 就钱产业和创业者 他们互为三角形 在这个系统里面他们在他们两两之间都可以形成合作 都可以形成支持 那基于这个思考呢我们在我们的社群系统里面 有一些有一些准则和想法 就我们希望 这些这个社群里面的社群成员 都是因为事情而聚起来的 因事而聚 因为想要想要创新想要想要推动变革 聚到这个社群里面 然后社群是有共识 但这个社群又足够开开放和多元化 然后这个社群呢他们社群成员是可以自我成长的 然后社群的成员都具备全球化的一个视野 那同时我们对于一个社群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 第一个支持呢就是Empath全球网络的可持续创新项目的一个支持 第二个呢是我们根据我们社群伙伴的需要 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定制的服务 第三个呢就是研究 因为我们觉得所有的事情的这个基础根基都是认知 有了认知有了根本性的理解understanding之后呢 才能真的让一些事情做成 那第四个就是研讨 跨行业的研讨和跨行业的合作 所以呢就是针对这样一个社群构建 我们和广州千和基金会设计了一个专项计划 这个计划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有一天我和千和基金会的一个负责人 我们在一个impact travel的一个旅程之中去考察广州的impact的一些商店 在这个旅程之中我们俩就讨论说为什么中国的这个impact创新 现在目前还都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散点没有形成系统化 我们得出的结论呢是很多创新是要具备一个试错的土壤和空间的 就是创新是要犯错的 但是我们目前的整个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对于犯错的容忍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用呃用支持的方式给这些创业者提供一个犯错的机会 就哪怕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了呃有了一些决策性的失误 他们还有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甚至再来第三次第二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 所以呢我们就和千和基金会发起了一个专项计划 就用专项用用一个foundation的一个支持去推动创业者加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开始他们的创新创业 呃另外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的和产业方的合作 和产业方的合作呢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就impact中国网络和中国的一些大的公司产业公司 做这种产业开放性开放性创新的一些共创 也是希望在这个产业发展产业可持续转型的过程之中 帮他们匹配和收集和找到能够让他们实现可持续转型目标的创新力量和创新项目 那第二个呢就是呃全球网络和全球合作 我们对这个人的理解呢是目前中国的这个生产制造能力和解决方案能力 呃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有能力溢出的 然后当刚好呢在这个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是需要一些解决方案去解决他们本本土的这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中国的解决方案带到这些更需要更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去 那这样有一个例子就是呃 这是应该上海和上海化工园区都做的一个产业产业可持续创新的一个一个案例 这个化学化工园区我们听下来可能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重污染高排放的一个一个行业 但这个园区呢他们对于可持续发展转型也是有需求的 我们就帮他在跟研究院跟投资机构跟创业项目做各种各样的对接和结合 就希望用创新的方式来让这个化工化学化工园区变得更加可持续一些 呃然后下一面就是刚刚提到的影响力投资的系统 我们分了三步第一部分呢是我们先发起我们自己in-house的影响力投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在中国影响力投资是缺乏成功案例的 大家听到影响力投资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概念蛮不错的故事 挺fancy的一些一些理念 但是问到说有没有成功案例有没有成功退出有没有真的推动一些impact产生 目前在国内都是一些零星和散点的状态 所以呢我们就想通过我们自己亲身下场去实践做in-house的影响力投资 把把我们的方法都积累下来同时也做出一些案例 到了第二步就是我们in-house影响力投资得到验证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影响其他的影响力投资机构 把其他影响力投资机构也纳入进来 我们成为一个联合行动伙伴 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不存在竞争 也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这是一个人越多能量越大做出的这个效果越好的一个领域 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影响力投资机构都行动起来之后 传统的资本和金融机构也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动里面去 就像今天早上艾伦讲的和刚刚李总讲的 所有的投资都是影响力投资 这是我们的一个中纪元金构目标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自己发起的影响力投资基金 有一个their of change 这是我们关注的点 就是绿色可持续消费和可持续生产的转型 那在这个流程里面呢 我们关注的是整个消费链条的上下游的可持续转型和创新 就包括新材料替代流程创新 还有绿色包装 还有回收利用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呢这是我们对未来的构想 这一句话呢叫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是一个电影里面的台词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社群 就impact up深圳的社群 或impact up中国的社群 都会形成这样一个社群寄付 就是community as a service的新生态 什么叫community as a service呢 就是我们的社群成员是能够给社群的其他成员 提供帮助和支持的 而不是我们是一个就是 不是过去的一个中心化的一个形态 就是说社群成员需要帮助和支持 我们作为一个中心化的一个组织 我们来完成这样一个交付 而是社群成员互相之间都能够提供支持和帮助 让这样一个社群真正发展起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和愿景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社群的伙伴呢 既是内容的生产者 也是内容的享用者 既是能力的供给方 也是资源的收益方 希望这个社群的成员 既是成员又是社群的构建者 然后我们呢就做我们的基础式建设 和让这个社群变得更好 但是呢 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 这是前段时间我在读的一本书 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它里面讲 通过不断追求新事物成为可能 这个新奇性和趣味性 随着事件的推移会产生聚合效应 我们与其追求一个终极的目标 不如追求更新兴的事物 因为后者的回报将是一连串 无穷无尽的踏脚石 capstone 就是一个新事物的产生 会让更多新事物产生 这样的话我们的未来就不是一个固定和特定的终点 而是一条没有尽头 未被定义前例无限的道路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旅程之中 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同行者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这是我们的微信社群的申请文件 和我们的官方公众号 如果大家有微信的话 也可以关注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 我们在深圳和大湾区会陆陆续续 会有一些社群活动 就跟可持续创新 会影响力从相关的活动 包括在香港也会有 希望大家能够跟大家一起 多做交流和互动和共创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宇和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Impop深圳的社群 因为其实我们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我们内地的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 所以在下面的交流环境之前 我想先了解一下我们这里厂 我们这个厂里面 这个厂子里面有哪些是在内地的伙伴 可以举一下手吗 可以举一下手吗 我们的小伙伴是几个 OK 谢谢 那么证明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我们内地的伙伴 三分之二是来自于香港或者是国际上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环节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 客观的 直观的 内地的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 到底在做些什么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其实不太会 内地的小伙伴不太会表达自己 坦率来说 因为我们可能在比较正式的环节下会去分享 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内地的社会企业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非常有创新性的 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到内地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深圳的 两位辈子在深圳的伙伴 但是除了深圳之外 我们的成都 我们的北京 我们的上海 甚至现在像连安徽 江苏 重庆 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在这种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 那么他们的社会企业的发展到后面 它一定会出现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里所说的创效投资 我们内地所说的影响力的投资 越来越多的基金会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越来越多的内地的基金会 大型的企业以及政府 这些利益相关方 包括社区 开始关注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只不过在内地 他们可能用的是比较可持续发展 或者是造学 造学我不知道咱们香港有没有这个名词 可能没有 那么在国际上可能是ESG 这些等等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语言的交互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这个活动 我们会在香港 会在湾仔会兰中心这里去办 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生意 是吧 在北京是吧 我们像我们这一位徐伟浩先生 他做了一个西石魔法带 做的在拯救食物浪费 就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个方式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通道 香港其实是很好的通道 能够出海 能够出海 所以他也 西石魔法带 他们希望能够在香港落地 能够甚至走向东南亚 所以这就是我们再去做的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企业的服务平台 就是在座的 把大家连接一起 把这个内地的社会企业 推到香港 走向世界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 将我们的社会企业 我们其实非常 除了羡慕我们的政策之外 我们羡慕咱们的这种 我们非常看重 咱们的香港的这种创新性 我们的这种国际化的视野 我们也希望咱们走上北上 是吧 我们有广阔的市场 那么怎么去连接 这是我们当时设计这个环节的时候 和荣菜主席我们讨论的一个焦点 就是通过这个活动 我们怎么去把内地和通过香港 我们把国际上连接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OK 那我们进入到下面的一个交流环节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三 我们准备了三个问题 但是我想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已经把时间其实 我们直接进入了主题 没有什么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大家都直接奔主题了 所以现在时间会有一些富裕 那么我们三个问题之外的话 我也很请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们对内地的 特别是因为三分之二的伙伴 来自于香港或者是国际上的 你们对于我们中国大陆 或者内地的社会企业 你们是怎么看的 对于影响力投资 你们有什么想法 你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建议 非常欢迎你们来提出来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交流 这样的话不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 也不浪费我们组织 这个活动的一个心意吧 好不好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 但是看时间的问题 两个还是三个 那我们先回到我们 我们准备的一些比较 高大上的一些话题 大家不用那么 我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其实因为就像刚刚说的 我们在做 怎么说呢 我们一直在做社会企业 一直在做影响力投资 我们一直就像刚刚说的 希望把大湾区的这种社会企业 和创销投资把它做在一起 那么我想请问两位 先咱们按顺下 或者我们先请香港的嘉宾 你们作为香港的伙伴 无论是作为创业者 还是作为支持者 你们怎么看 你们怎么看 能够如何联动 就是如何把我们的这些政策 香港或者国际上 比较优势的政策 学术研究 人才和产业 这些如何联动 如何去在大湾区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背景下 如何联动 能够把更好的经验 带过来 我们先请林博士 好吧 好 谢谢 首先呢 我要先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原来十年前呢 定义大同企业的时候呢 原来登记呢 是大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但是后来呢 就发现呢 大家都以为是什么 刮羊头卖狗肉 你是投资 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所以呢 我是干脆的 就把它改成大同企业 就算了 那这个第一点 那十年后 今天我看到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创造投资 有社会企业的理念 我实在非常的感动和激动 那回答 萨老师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简单 用联合国SDG的那个 是第十七个那个SDG的目标 那就是partnership合作 而昨天呢 另外有一位嘉宾呢 说呢 合作需要信任 trust 信任 那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再看 其实创造投资 社会企业 虽然在香港发展十多年 但是始终都是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合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能大家走多一步的经验 不管是在研究开发 然后呢 大家的经验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那第二点呢 就是香港有 那个丰富的金融投资经验 当然也不应该自满 因为呢 这个领域在一个传统的金融中心呢 还是新的概念 所以呢 我觉得在学术上当中呢 就是研究这一块呢 应该加速不同的大学 在大湾区 在这方面的能够穿揽在一起 把精力呢 不光是放在科技创新 也能够把科技创新为善 能够推动企业 能够在这方面的 能够走多一步呢 也是很好 那第三点呢 就是现在ESG 就风摸整个香港 过去五年之前 都没有人太多说ESG 今天呢 多得不得了 那但是这个还是好事 因为到 在企业为善的地方 其实能走多一步 做好的东西 总比较好 所以呢 就这个议题呢 就能够呢 研究政府政策 然后商业的一个潮楼 这样的 我们就把当中的际遇呢 能够大家合作 把它 能够 crystallize 就是把它 能够 能够 把握 把它带出来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林博士 这一块 那么其实您刚刚说一点 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社会企业在内地的话 我们在做 面向全国在做 社会企业的认定 服务的工作 我们也持有它的标准 那么经过我们在认定的话 我们服务过三千多家的 不管大大小小吧 企业或者是这种社会组织 那么认定超过有九百多家 认定是超过有九百多家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其实还是 虽然我们在内地的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这个词 其实是2004年 才传到了内地的 虽然经过差不多20年发展 但是坦率来说 还有大量的人 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企业 所以我们在做大量的 这种教育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面 您刚刚说到的标准化 影响的评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 跟香港的高校 我们去做交流 因为我们在内地 有一个网络 有些老师们在研究 基于内地情况下的 社会企业的影响的评估 就你还是 你说自己是 但是你到底是不是 是吧 这个还是要通过 这个标准来去测评 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 也可以去做交流的 OK 那时间交给 先请我们香港 我们的邵言林女士 那我其实之前 我看过一些research 就是找了一些research 没有关于大湾区 跟一些我们香港的 angel的一些 academic的research 但是我看到是 没有太多 就起就是现在 大湾区的那个字 才我想大概十年吧 十年吧 才出来 然后如果大家的research 都是终点 在那个business上面 但是如果我们放大湾区 跟angel是比较少 所以如果我觉得 我们需要政府这边 有些政策去支持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research 在academic research上面 有一些支持 然后我们的香港的政府也好 内地的政府也好 也知道我们如果 香港的angel 跟内地的angel 在一起的合作的话 我们是怎么去配合 跟沟通 因为我们看到 有一些身边的朋友 他们跟我们也反映过 就是说他们的资金 如果想就是透过angel 去揉入内地 还是过来香港 也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 做这些social impact的事情 我们要不有一些 真实的一些 比较好的政策 可以支持一下 这样子会可以大大去 推动大家这边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谢谢 谢谢这个双云林女士 其实你刚刚提了一点 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 等会我想听一下 咱们两位内地投资人的 一个想法 就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当然也讨论过 有没有可能 顺利一个这样的一个 跨区域的 或者大湾区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企业的 或者受于创新的一个 投资基金 影响力投资基金 来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我想这个 是有可能去 来去做这些实现的 当然现实条件 存在着资金的 流进流出的问题 等等 但是其实 是有可能去做 这样的一些实现 因为在特别是做 这个社会创新 和社会企业 我们看到了 就像刚刚说的 香港有大量的基金会 和大量的这种 加州办公室 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当然了 他们可能会先 造福香港市民 这个能理解 但是大湾区的 这种政策下面 我们能不能去 去做这样一些创新 这个就是摆在香港 或者摆在深圳 为什么我们 这次请的是在深圳 就是我觉得深圳 可以去做的 这样一些尝试和创新 这是我们去 做这样的思考 回应一下 那么我们想先请一下 Ring您觉得 从您的角度 投资人的角度 您是觉得 应该怎么去做 把我们大湾区的 这些联动在一起 社会企业 或者是影响力投资 我从个人经验来说吧 我觉得香港扮演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个连接者 还有一个translation 就是翻译影响力投资 还有ESG 还有国内在做的事情 的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我从我个人经验来说 我们在欧美参加的一些 影响力投资的一些论坛 还有峰会 包括ESG的这些内容 在欧洲 在欧美 他们人经GDP 已经发展到 4万美金以上 那他们理解的影响力投资 还有社会企业 和我们在国内 以大湾区为例 我们人经GDP不到2万美金 平均 深圳高一点 接近3万美金 那整个中国的人经GDP 也就刚刚过了1万美金 那在1万到4万 这个区间里面 我们已经开始面临的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 我们国内的企业 包括投资机构 包括政府 还有第三方组织 我们怎么看待社会企业 我们怎么实践社会企业 我们怎么做影响力投资 这件事情是需要 有一个中立的 从天时地利人和 合适的一个位置的场地 来发生 来做交流 而不是我在欧洲的时候 他们讨论的是 他们社会的 这么一个主流的话题 那我们在国内讨论的时候 那我们国际上的这些朋友来 他会觉得可能更政治导向 但是如果我们在香港 香港的天时 从这个来说 西方已经对影响力经济 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这个是解决 他们可持续的问题 那国内 我们对ESG 我们现在刚刚开始 不管是政策 还是说我们的资本市场 刚刚开始 践行ESG 那我们对ESG影响力 投资的理解 就需要在香港 这么一个地方 我说天时地利人和 在香港这么一个地方 本身香港就已经 对社会企业 对中国文化 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也有很多的实践 那在香港 是可以让双方 能够沟通起来 这个是天时地利 人和 就是香港 我们的 本身是一个大熔炉 就是我们有华人的文化 我们有西方的 一些非常优秀的精英 在香港这边生活工作 那从人和的角度上来说 也是香港应该扮演好 就是把内地的 还有国际上的这些 对影响力投资 跟社会企业 关注的话题 在香港进行一个 放大的效应 那我 我最近比较开心地看到 在深圳的核套地区吧 就香港首先跟大湾区 进行了很 目前在推进 非常非常紧密的一个融合 在深圳的核套地区 未来会有很多 国际上的一些交流 那现在我们看到 在核桃基居 甚至要成立 这个双币的这个母基金 那香港的这个财政司 财政金融局的一个局 陈茂波 他也提到香港金融的 高质量发展 是跟影响力投资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有这些 先进的认知 带到我们内地 特别现在大湾区 做一些宣讲 那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能够促进 我们国内的社会企业 跟影响力投资的发展 同时也能让西方更了解 中国作为目前 现在一个国情的情况下 怎么去做影响力投资 跟社会企业 谢谢 谢谢阿如你的这样分享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回应你 刚刚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香港 我觉得它的地理位置 是不可替代的 就像这两天 那个成都市 成都市委书记 这两天前两天 31号和1号 带着成都的招商团 在香港来去做推荐 也就是跟我们金融局 等等 商务局是吧 咱们这里去做推荐 就是说是 它香港有这样的 一个独特的经验 那么其实我们 当然其他的我们不说 我们在做的 就希望能够 将我们内地 其实有大量的 真的有大量的 这些优秀的社会企业 无论它认不认定 我们这里想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认定 才能去做这个事情 有大量的这些社会企业 存在着 那么他们其实是 需要被发现的 需要被赋能的 需要被这种通过 合适的 有善经济 我们善投资的 这种状态下 来去给它去 加大它的能量 来去干嘛 它不是 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我们说的社会企业 不是为了 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它挣钱的目的 是为了可复制的 规模化的 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相信这也是 我们内地政府 包括香港政府 也是欢迎的 但是大家 其实都没有试过 那么我们最终的 创新从哪里来 其实就是从我们 这些界别这种来 所以我们想去 做一些探索 能不能以香港为核心 能不能以达湾区为核心 做一些 影响力投资 有关的这种基金 或者有关的 这样的一些行动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 这也是我们呼吁 大家可以 跟我们一起来 去开放来去做的 就像刚才 这个宇魂说的 我们做的社会企业 它不是一个 纯粹的商业逻辑 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是吧 我们的边际成本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做的越多 我们新意大的人越多 我们的边际成本越低 这是我们最佳的优势 所以我们要去改变 我们对传统商业 对传统投资的 一些看法 这是我们在去 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内地 做了很多的 这样一些尝试 所以问一下这个宇恒 您对从HARP的角度 还是从你自己的 影响力投资的角度 您的回应 想听一下您的思考 我们关于如何推动 影响力发展 和根本性的变革 有一个自己在 在设计的思考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第一步 就是它的基础 是我们叫 构建共同 common ground 构建一个共同基础 这个构建共同基础的过程 就是一个大家认知 和understanding align的一个过程 所以刚刚提到的研究 我们研究是我们的第一步 就研究 然后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理解 和达成共识 是第一步的 然后第二步 我们叫联合行动 联合行动 就是在有共识 有common ground的基础之上 找到那些 愿意一起行动的人 愿意一起行动的伙伴 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一样 我们就开始真正下场 一点点 做点东西出来 然后因为有了 我们的这个 不断的行动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有新的ID 有新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就会产生 到第三步 叫赋能变革 就赋能变革 就是在我们行动的过程中 已经有一些好的项目 已经有一些好的 好的这个行动展示 一些好的成果 已经跑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放心 大胆顺畅的去 从影响力投资 这个角度 去给他们投入资金 然后让这个 已经跑出来的ID 跑出来的项目 得到一个规模化的 一个发展 所以就是刚刚提到 如果我们就是 从深冈两地 或者越港澳大湾区 能否在影响力投资 这个点上 达成一些这个合作 和推动一些 根本性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前两步 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研究 从共识的视角 然后引导出来一些行动 在有行动的基础之上 才有可能让投资 这些变得更顺理成章一些 OK 谢谢 谢谢雨晨的这个 回应 这块 因为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 那么按照 我知道我们在香港的伙伴 大家其实很多问题 想问的 所以我不知道 这里先开放一些问题 好不好 有没有我们的一些伙伴 要提像我们在座的 这些嘉宾 提一些问题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大家都在思考是吧 没关系 那我们就 没关系 这一块 那如果 那我们继续 接着下面的一个话题 来去说的话 那如果我们 坦率说 如果我们要去做 这样的一些事情 把湾区的社会企业 或者影响力投资 建立起来的话 我想就是 我再请教各位 几些问题 那您觉得 这里面必不可少的 一些环境是什么 是政策 还是钱 还是机制 还是刚才 语魂所说的标准 就是我认为的一个 评估的一些 评估的一些标准 是项目 是吧 还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去做 这样的一些思考 因为再多说一句 就像昨天 可能大家都参加了 主论坛上的 我们请到了 天赋股教所的 社会企业版 那么为什么 他在四川 在成都去做 那是我们一起来 去推动 但是其实我们当时 去给 政府的领导们 去做汇报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不清楚 怎么做 坦白说 他都不清楚 怎么做 但是当时 他们问我们几个问题 第一 这个事情 是什么 第二 这个事情 有没有害 第三 为什么要去做 这个事情 我们去做的 这样一些解释 所以就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推动这个的话 先搞定了政策 然后再搞定了机制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如果要去做的话 建立这样一个有效的大湾区的社会企业和或者是影响你投资的机制 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点是哪些项目 政策 还是钱 还是什么 开放式 我尝试回答你这个 我有一些简单的观点 如果观察香港和中国大陆 甚至台湾 整个影响力投资的发展 我猜大家都明白 有些就是说先投资回报 然后影响力维持 然后有些影响力回阻 然后投资回报维持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其实是需要大家认可这个定义和标准 我来基于投资或者是商界的 那我当然我原来的那个社会使命呢 也就是跟生产力有关系的 让产职人士能够释放他的生产力 我不光是看他的能力 我是说有生产力 这个意义是在于 如果跟企业配合的时候 我也需要明白企业的那个目标 还有他的政策 那这个就是我社会职业的一个立场 那第二呢也不能说其他的 比方说NGO办的社会企业 不一样 只是说呢 他就面对政府的那个政策 还有呢社会需要的目标 那变成可能他们就比较说 我受影响力 然后呢又回报率 这块呢商业的那些模型 这个不太快参与 所以呢在这个界定当中 我觉得必须要厘清这个定义 那第二呢标准化上呢 当然萨老师你们已经做了很多 不管是在乡界也好 政府也好 在国外也好 在联合国也好 现在都是要希望把这个 那个影响力的标准 测评出来的 量化出来 量化出来 所以这两个在台湾区 如果能够比较明确的时候 跟政府政策 跟商业的政策 能够推动有不同的参与者 那我觉得就比较容易 让特别企业的 或者是NGO 他们有更多的资源的时候 更清楚的量化 然后再推动这个事情 好我停在这里 谢谢 谢谢 那不好意思 我接着您的话题问一下 其他社会嘉宾稍微等一下 您一直在提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您一直在提香港 其实是NGO NGO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一直在提社会企业 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就是您对社会企业的 这个您刚刚说的定义的问题 您对社会企业的定义 我自己对社会企业的 一定是自负行贵的 那个 自负盈亏的 第二 那可起诉发展 那不拿专线者的钱 那但是可以跟政府 或者其他的NGO合作 那但是呢 有些NGO呢 他的生存的空间呢 是在于是专线的 或者是说政府的资金的支持的 但是他们的目标呢 可能是创造影响力最大化 对 所以这两个观点呢 一定要厘清 不然的话呢 大家呢 对资源的运用上的时候呢 就相对会比较说 有些会走中 左 有些走右 这样的东西呢 不清楚的时候呢 就很难再界定再推下去 所以标准化是需要的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把时间留给其他嘉宾 看 对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大陆发展影响力投资 是要融入主流的话语体系 就是我们不能特立独行 说我们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 是跟主流的商业 或者说是政策的发展 是一种情怀 我认为这是一种前瞻性的选择 那我们怎么去融入主流话题呢 比如说从政策端 国家在做高质量发展 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 就是社会企业 或者影响力投资的行为 与高质量发展的国策 关联在一起 这个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中国有一个特别特殊的 一个优势就是 我们过往 投资的一些早期企业 它会成长得非常快 在过往的初放的 这个经济发展体系里面 它们成长得非常快 但是现在我们中国 在做这个结构调整 我们依然看到了很多 非常大的这个企业成长的机会 那可能在西方 大家关注的是 我们企业 穿到社会价值 那可能它是小而美的 或者说它停留 它原来是小的 它还未来大部分 还是停留在小的阶段 但是在中国的初创企业 只要你面对的是一个刚需的市场 你只是说你以什么样的思维 去设计你的产品 跟商业模式 只要它是向善的 它发展起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善经济的一个理念 就是的一个依据 就是根据人均GDP 就是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阶段 我们中国才在人均GDP 一万多发展水平的阶段 我们的企业更强调的是 可持续发展里面的发展 包括政府关心的也是 可持续发展里面的发展的 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背头企业 把它表达为 或者说我们的投资理念 表达为与政府 还有市场上的市场主体投资者 关心的 或者融入他们主流 最concern的这个话题里面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方式 就是可持续发展中的 发展是关键词 我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因为我觉得很多社会问题 在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经济的发展阶段 是可以通过发展去解决的 但是有一些在西方国家 四万到六万人均GDP的 这个社会里面 他们的社会问题 是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 是他们是资本主义体系 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 这么一个问题 他们是可持续的问题 因为我们人均GDP 一万到四万之间 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是发展的问题 他们是可持续的问题 OK 那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再讨论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是讨论 可能不对 我觉得想问一下 李总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那么就像你说的 我们要融入到 影响力投资 或者社会下 融入到主流的投资的事业 但是其实从我们的 这个接触来说 我们会发现 内地也好 就是内地吧 我们就说内地 主流的投资机构 其实还是不太理解 不太认同 各种各样的原因 本身理念太新了 第二可能标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第三 我们做的很直接一点 很现实一点 现在的社会企业 在内地 大量的可能是 0到1或者1到10 对他来说看不上 他觉得投资的 这个叫什么 我投一个200万 也是要发这个 我投2000万 也是要这么多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回报不一样 那您怎么看 就是未来社会 如果您是一个投资人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创立 我们这个公司 其实就是受 两个案例的启发 一个是水滴筹 一个是摩拜 其实水滴筹跟摩拜 作为早期投资机构来说 我们早期介入投资 它最后的退出 是带来非常巨大的回报的 那它本身 其实是自带社会属性 只是在运营的过程中 因为投资人关注的 并不是它的社会价值 而是它通过资本的运作 如何能够估值的持续翻番 是的 然后IPO套现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能 跟我们的政府 或者说跟我们政策制定者 在这种项目的基础上 我们说如果早期 我们就给他们 做了严格的监管 跟植入了这个 就是影响力投资 或者ESG的基因的话 社会价值委员会的制度设计 这个是可以持续的发展 是的 这个是我们 为什么做这个事情的初心 非常 我觉得这一点 刚才李总介绍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社会企业 我们 就是如果 我理解 这是我们要去把标准制定出来 我们要告诉政府 告诉投资人 投资机构 应该是这么做 而不是我们所传统意义上的 那种投资 这个是我们要去表达的 但是你没有去表达 那么摩托 为什么会 现在没有了 包括水滴筹 我跟大家分享 两年前 他来参加我们在北京 做的社会企业认定 我们跟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做社会企业认定 而且我们认定标准很强 必须要拿出35% 我们跟他说 他说我们愿意 他愿意拿出 纽交所上市公司的 那个主题来干 但是后面我说 其实你们做不了 因为股东不会同意 你是上市公司 不可能跟你去做这个承诺 所以他们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会发现 通过水滴筹 包括一些上市公司 我们在北京介绍 还有些上市公司 主动要来去做社会企业认定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他聊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商业向善 到底怎么向善 你要拿套标准出来 你要告诉我 我应该去这么做 才有可能去 就是慢慢的 我觉得不是说 不仅仅是成为主流 慢慢的去影响它 让这些主流 慢慢的向善投资上来发展 对 这是我的一个鬼影 那我们少女士 您觉得呢 您的这个思考 我觉得其实政策比较重要 对因为我们以前呢 说以前香港的一些 NGO我们可以说 你数的几个 就是最大的那个几个 就是每年他们拿的捐款 拿的基金是最多的 但是说如果我们 我现在看到最近 比较新的一些政策 在香港 它是比较鼓励 青年方面的发展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很小 就是我们的小的NGO 跟其他不同的小的NGO 我们也看到因为政策 它令一些小的NGO 也得到一些 Funding 还有一些支持 那这样子我觉得 就是如果我们大湾区 怎么配套我们香港的NGO 跟内地的NGO 一起去合作 就是肯定需要 政府这边的支持 要不然我们就比较难 去发展这一方面 就是包括他们说的 那个资金怎么进去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 法律上面的问题啊 还有文件上面 怎么设立 这些也是比较重要 都是需要政府这边 去支持我们 明白 明白 我们因为跟政府 大家交到比较多 我们在想一个问题 香港这块是 民政事务和 青年事务局管 那我们在想 这个内地的这块 是谁来管的问题 因为这个很重要 你没有政府的 对接的口 你跟人家谈 人家说这不归我管 你不要吵我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未来中国 马上内地会成立 社会工作部啊 所以这块到底 是不是他们管 我们也在探讨 我们也在关注 是要把这个联系在一起 或者是区域层面 比如说刚才说到 核桃地区 福田区可以和香港 我只举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去探索一下 包括前两天 深圳刚办完的一个 可持续金融的一个大会 深圳是地方金融管理局 主办的 都在做这个事情 OK 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请一下那个雨侯 可能是最后一个回应了 刚就针对夏老师 这个问题呢 我突然想到了 这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 保罗克鲁格曼 在他的名著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里面 讲了一句话 说这个世界 稀缺的不是资源 稀缺的也不是美德 稀缺的是 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 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着是现代人类社会 未被满足的17个需求 所以在这17个巨大 无比未被满足需求里面 去构思创业 构思未来的发展 其实是有很大潜力的 所以我认为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 引导和激发更多的伙伴们 关注到这17个 未被满足的需求里面去 在这17个 未被满足的需求里面 构思他们的商业解决方案 同时呢 引导基金和投资 往这个方向去投 这样的话呢 创业和创新 既能够满足社会需求 同时有一个 比较好的经济收益和增长和回报 那同时呢 影响力投资 也可以得到他们本身 就应该获得的 这个投资价值和投资回报 这样的话呢 这个我们的社会和地球 也就能够更加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所以这是我们的理解 也希望在过程之中 有我们通过我们的各种时间 去推动大家 对这个17个问题的关注 和在这17个问题的范畴之内 去构思解决方案 谢谢 那么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这个par到三点半 但是我很奇怪 为什么其他是到四点 我们是到三点半 没关系 但是我们大概说一下 其实刚才分享了很多 这一块 今天这个会议的话 交流其实 虽然现在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 还刚刚开始 真的是刚刚开始 那么接下来 我想我们开这会 不仅仅只是一些意见的分享 或者思想的交流 更多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将 这个我们所在 大家各位从事的这个视野 能够持续地下去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或者一个相对 像大同是吧 我们世界大同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来去 共同去努力 怎么去构建 基于大湾区的 以香港为核心的 以深圳为创新高地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影响力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生态 我觉得是影响力投资生态 因为这里面你们看到了 有大量的利益相关方 有政策 有投资人 有基金会 有社区 有各种各样的 那我们怎么去协调 平衡这些关系 其实这是 我觉得这是可能没有 就是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案例 就是没有 就是不管是英国 还是美国 还是其他地方 我们没有完全可以 造超的地方 但是我想我们能有的 就是创新的思考 和我们对这个目标的 执着的追求 以及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座的各位 所以欢迎大家 和我们一起来共创 我们基于大湾区的 社会企业和影响力 投资的生态圈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各位的光临 感谢 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这些嘉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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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